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说你进去两个参数 然后它会去比较你的两个参数之间的电压高低 电压当一个比另外一个高的时候 它就帮你送一个Gate出去 所以Comparator基本上是一个产生Gate的机器 我们首先可以了解这一点 那产生的来源是来自于两个讯号的比较 所以要么你就是A跟B去比 要么你就是A跟它自己产生的一个固定讯号去比 那在这一台里面两件事情都可以办得到 所以我在这边首先准备了一个 准备了一个这个Sample 然后的一个随机 可以看一下它的随机的讯号 我把这个随机的讯号送给A 好 它这样子就可以开始比 这个Window就是它设定的这个 设定的这个高低 好 所以你可以再送一个讯号给B 好 那在Sample以后的这边呢 我已经先把它的最小值设定到0 我不想让它是负的 不过是负的也可以啦 也可以比啦 我总之这两个的的Range 都是0到5V的一个Random的一个随机 好 所以送进了A跟B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A大于B的output拉出来看看 好 所以当A的讯号大于B 它就会送一个Gate出去 而且它是Gate的 所以它是有长短的 好 那你也可以看A小于B的时候 它当然就会得到一个相反 相反的 相反的讯号 有红色往下 黄色就往上 那这里还有另外两个output叫做 这个叫做Equal Output Equal Output的意思呢 就是AB的差距 小于你给的这个Window 我现在设定的是2.7V 所以AB的差距小于2.7V的时候 它就会送一个Gate出去 好 所以这个非常方便 当你把Range设到不一样的地方 它就会 因为有不一样的结果 它就会送出不一样的结果的Gate 非常方便 这样子 那我通常都是设2点多啦 因为它的幅度也就5V而已 好 怎么减它都不会太 差到太多 如果你设3 那几乎就会很难阐述Gate了 那如果你设小于1以下的话 可能也会 也会蛮难的吧 对啊 你看那个Gate就变少了 所以大概设个2左右会差不多 那我们来听听看 当我把A大于B的结果 送进大谷的Gate 那两个相差小于Ecore的结果 送进Hi-Hate 我就会发现 它真的是有够容易做出节奏的 那我把整体的Output送出来 我先指定一个大谷的 好 那我放下Hi-Hate 那它就可以做出节奏了 真的超级容易 那或者是你如果用A小于B Hi-Hate就会在没有大谷的时候出现 非常方便 那我们可以加速 好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 很容易的 用Compulator就可以做出Pattern的一个做法 那 如果随机你没有很喜欢 那当然你可以在 在旁边再挂一个Sample 好 所以像是这样子 我就可以 放一个 放一个Sampler 好 就是又是之前的这个做法嘛 我就直接把这个Pattern sample起来 放一个Clock 像这样子 就把它Sample起来 好像这样我Sample起来我就把它断掉了 我会去Tigger它 我会去Tigger它 慢一点 我会去Tigger它 像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节奏 可以速度播放慢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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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这样子 所以有各种方法可以去做出这个Pattern 非常方便 好 所以今天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我一直不想去理解的Compulator的练习 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试试看 真的是蛮方便的 好 我每日摸住 明天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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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